以西节书第24章 第九年十月初十日,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今日正是巴比伦、王维困、耶路撒冷的日子,你要将今日的日期记下 要向这悖逆之家设比喻,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将锅放在火上,放好了,就倒水在其中 将肉块,就是一切上好的肉块,腿和肩,都聚在其中,拿最好的骨头,把锅装满 取羊群中最好的,将柴堆在锅下,使锅开滚,把骨头也煮在其中 因此,主耶和华如此说,祸栽,这流人血的成,就是掌锈的锅,其中的锈,柜层除掉 要将肉块从其中一一取出来,不必粘究 因城中有他害人所流的血,他将血置于光秃的磐石上,不倒在地上,用途掩盖 我将这城中所流的血置于光秃的磐石上,不得掩盖,为要激起愤怒,施行报应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祸栽,这流人血的成 我也逼大堆火柴,天上木柴,使火凿旺,将肉煮烂,调入香料,使骨头烤焦 把锅倒空放在炭火上,使锅烧热,使铜烧红,融化其中的污秽,除净其上的锈 这锅劳碌疲乏,极多的大锈仍未去掉,甚远这锈得以烧在火中 因为你隐形的污秽,我虽要洁净你,你却不得洁净 所以你的污秽再不能洁净,只等我向你发的愤怒止息 我耶和华说过的,时候到了,我必做成,我必不退回,必不顾惜,也不后悔 我必照你的行径和作为审判你,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我要击打你,把你眼目所喜爱地取去 你却不可悲哀哭泣,也不可流泪 只可默默叹息,不可为死人办理丧事 头上要缠着头巾,脚上穿着鞋,不可蒙着嘴唇,也不可吃吊丧的食物 于是我在早晨将这事告诉百姓,晚上我的妻子就死了 四日早晨,我便遵命而行 百姓问我说,你这样行对我们表示什么,你不告诉我们吗 我回答他们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你告诉以色列家,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是我的圣索,就是你们力量所夸耀,眼里所喜爱,心中所爱惜地被亵渎 并且你们所遗留的儿女,必倒在刀下 那时,你们必照我所行的去行,不蒙着嘴唇,也不吃吊丧的食物 你们要头上缠着头巾,脚上穿鞋 不可悲哀哭泣,却要在自己的罪孽中相对叹息,渐渐消灭 以西节必这样,给你们做兆头 凡他所行的,你们也必照样行 那时来到,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 至于你,人子啊,当那日,我要除掉他们的力量,他们夸耀的欢乐,他们眼中所喜爱的,并他们心里所重看的,以及他们的儿女 那日必有逃脱的人到你这里,使你耳闻这事 那日,你必向逃脱的人,开口说话,不再哑口 你必这样给他们做兆头,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以西节书第25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你要面向雅门人说预言,攻击他们 你要对雅门人说,你们当听主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的圣索被亵渎,以色列地变荒凉,由大家被迁徙离去 你对这些事,静说,啊哈 所以,我必将你的地,交给东方人为业 他们必在你们中间暗营居住,吃你的果子,喝你的奶 我必使拉巴成为牧放骆驼的地方 使雅门人的地,成为羊群躺卧之处 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因为主耶和华如此说 因你拍手顿足,心里满了毒恨 因以色列地遭灾而欢喜 所以,我已伸手攻击你 我必将你交给列国作为略物 并从半民中剪除你 从各地除灭你 我必将你灭绝 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主耶和华如此说,因摩押人说,看哪,有大家与列国无异 所以,我要破开摩押的侧面,取下其边界上的诚意,就是摩押人看为那地之荣耀的伯耶西末,巴利免,激烈亭 我必将摩押连同亚门人之地交给东方人为业 使亚门人在列国中不再被纪念 我必向摩押施行审判 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以东报仇血恨,攻击由大家向他们报仇,大大有罪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伸手攻击以东,从其中剪除人与牲畜,使那地变为荒凉 从提曼直到底弹,人必倒在刀下 我必将报复以东的事交在我民以色列的手中 以色列民必照我的怒气和我的愤怒,再以东施报 以东人就知道是我施报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主耶和华如此说,因非利是人向犹大人报仇 心存毒恨,报仇血恨,永怀仇恨,要毁灭他们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伸手攻击非利是人 减除激励提人,灭绝沿海余盛的人 我要向他们大事报复,发怒惩治他们 我报复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以西节书第26章 第11年某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因推罗论到耶路撒冷说 啊哈,那所众民之门的已经破坏,转而向我开放 他既变为荒场,我必得丰满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我必与你为敌,使许多国上来攻击你,如同还是波浪,涌上来一样 他们必破坏推罗的墙员,拆毁他的城楼 我也要刮进他的尘土,使他成为光秃的磐石 他必在海中做晒网的地方,因为我已经说了,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必成为列国的卤物 推罗在田野的众女儿,必被刀剑杀灭,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因为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诸王之王,就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萨,率领马匹,战车,马兵和聚集的许多人民,从北方来攻击你推罗 他必用刀剑杀灭你在田野的众女儿,也必造工城土墙,筑围城土垒,举盾牌攻击你 他必驾设撞成锤,攻破你的墙员,用刀斧拆毁你的城楼 因他的马匹众多,尘土扬起遮蔽你 他进入你的城门,好像人进入已有破口之城 那时,你的墙员必因骑马的合资重车,战车的响声震动 他的马蹄必践踏你一切的街道,他必用刀杀戮你的百姓 你坚固的柱子必倒在地上 人必以你的财宝为卤物,以你的货财为略物,破坏你的墙员 拆毁你华美的房屋,将你的石头,木头,尘土都投在水中 我必使你唱歌的响声止息,人也不再听见你弹琴的声音 我必使你成为光秃的磐石,做晒网的地方,你不得再被建造 因为我耶和华已经说了,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主耶和华对推罗如此说 在你中间发生杀戮的事,受伤之人爱恨的时候 中海岛岂不都因你青岛的响声震动吗 那时靠海的首领必都下位,除去外袍,脱下刺绣的衣服,披上战精,坐在地上,时刻发抖,为你惊骇 他们必为你举哀,对你说,你这时候称赞的城,素来有人居住,靠海坚固有力的 你和居民曾使一切住在那里的人惊恐,现在何竟从海上毁灭了 如今在你轻浮的日子,海岛都必战精,海中的群岛因你消逝就都惊狂 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阿,我使你变为荒凉之城,如无人居住的城义,又使深水上涨漫过你,使大水淹没你 那时,我要叫你与下坑的人一同下到古人那里,与下坑的人一同住在地的低下之处 如同在久亦荒凉之处居住,使你不再有居民,也不得在活人之地显荣耀 我必叫你令人惊恐,你必不再存留 人虽寻找你,却永远不再寻见,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以西节书第27章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阿,要为推罗举哀 要对推罗说,你居住海口,是众民的商部,你的交易通道许多的海岛 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阿,你曾说,我是全然美丽的 你的境界在海中心,建造你的,使你全然美丽 他们用士尼尔的松树做你一切的板 从利巴嫩取香薄树为你作为干 用巴山的橡树做你的讲 用象牙镶嵌基体海岛的黄羊木为苍板 你的棚板是用埃及绣花细麻布做的 可以做你的旗号 你的梁棚是用以丽莎岛屿的蓝色,紫色布做的 西顿和雅发的居民做你摇奖的 推罗阿,你中间有技巧的人做掌舵的 加巴勒的老者和有技巧的人都在你中间做修补破缝的 一切泛海的船只和水手都在你中间交易商品 波斯人,路德人,福人在你军队中做战士 他们在你中间悬挂盾牌和头盔,将你的尊荣赋予你 雅发人和赫勒克人都在你四围的墙上,你的望楼也有勇士 他们在你四围的墙上悬挂盾牌,使你全然美丽 他诗人因你多有各类的财物,就做你的客商 用银、铁、锡签兼兑换你的货物 雅丸人、土巴人、米社人都与你交易 他们用人口和铜器兑换你的商品 从伯陀加码、人用码和战码并螺子兑换你的货物 底旦人与你交易,许多海岛与你通商 他们拿象牙、乌木支付给你 雅兰人因你的产品甚多,就做你的客商 他们用红玉、紫色绣花布、细麻布、珊瑚、红宝石兑换你的货物 犹大和以色列地的人都与你交易 他们用米粒的麦子、饼、蜜、油、乳香兑换你的商品 大马色人因你的产品甚多 因你多有各类的财物,就拿黑本酒和白羊毛与你交易 微代人和雅丸人从乌萨来兑换你的货物 你的商品中有断铁、桂皮、仓图 底旦人用其作用的高贵毯子与你交易 亚拉伯人和基达的一切首领都做你的客商 用羊羔、公棉羊、公山羊与你交易 士巴和拉玛的商人与你交易 他们用各类上好的香料、各类的宝石和金子兑换你的货物 哈曼人、甘尼人、伊甸人、士巴的商人、亚述人和基某人与你交易 这些商人以美好的布料、以成卷的蓝色绣花布 又以华丽的编织物装在箱子里 用绳牢牢捆着与你交易 踏实的船只为你运载商品 你便在海中心、满载丰富、极其荣华 遥想的已经把你摇到大水之处 东风在海中心将你打破 你的资产、货物、商品、水手、掌舵的、修补破缝的、交易商品的 并你那里所有的战士和你中间所有聚集的人 在你轻浮的日子必都沉在海中心 你掌舵的呼嚎之声一发 交易都必震动 樊尧奖的和水手并一切泛海掌舵的都必下船登岸 他们必为你放声痛哭 把尘土洒在头上 在灰中打滚 又为你使头上光秃 用麻布束腰 浑中苦痛 为你哭泣 苦苦悲哀 他们哀嚎的时候 为你决哀 为你哀哭 说 有何成如推罗 有何成如他在海中成为寂静的呢 你由海上运出货物 使许多国民充足 你以许多资产商品使地上的君王富足 你在深水中被海浪打破的时候 你的商品和所有聚集在你那里的人 就都沉下去了 海岛所有的居民都为你惊奇 他们的君王都甚恐慌 面带愁容 众民中的客商都向你发嘘声 你令人惊恐 永不再存留 永不再存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